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 星期四遭到多名暴徒袭击 砸回厂房大门 大纪元时报强烈谴责暴徒行径 直指是中共幕后黑手所为 多位泛民议员也谴责暴力 呼吁警方将凶途绳之以法 维护新闻言论自由 大纪元印刷厂经理廖女士表示 星期四朝上约7点20分 最少三名男子出现在大纪元 位于泉湾的印刷厂门外 其中两人拿着棍状的凶器 隔着铁闸用力扎打印刷厂的玻璃门 打穿一个约拳头大的洞 整片玻璃门都裂开 厂方随即报警 大纪元强烈谴责连串干扰事件 直指幕后黑手是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当局 前日星期二 香港法轮功学员去了特首办示威抗疫情愿 打了个环颜 梁振英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走狗 昨天大纪元出了一个新闻 就这样揭露梁振英 今天就出现了暴徒来在这破坏了 多位派民主派议员谴责暴行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这样下去也都会影响整个社会本身言论的自由的氛围 香港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会都指暴力事件打压传媒的新闻自由 并提出强烈谴责 早在2006年的2月份 香港大纪元也遭到四名中共流氓的暴力打扎 电脑置板机被捣毁 损失超过百万港元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